澎湖的热门观光景点西极岛的蓝洞 因为安全方面的考量 从这个月19号开始 如果没有得到许可 民众跟船只都禁止进入 只要来对时间就可以目睹西极岛上阳光穿进海石洞 所映照出绝美景象的蓝洞 不过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 这里是玄武岩保留区 而且周遭海域掌退潮时海流过于强劲 因此从19号开始 未及许可禁止民众跟船舶靠近或进入海石沟 当地人称这处海石沟为灶廊 时常来的中研院研究员郑明修指出 其实夏天时海巷还好 但有时候太多游客出现 甚至可见观光船大排长龙 而不少船只下毛时 没注意就会伤害珊瑚礁生态 未来国家公园在潜水客或是浮潜客 可以去的地方 也要增定那个寄毛点 让不要每次把去那边就要下毛 会破坏到珊瑚礁这样 周遭水深10公尺以下的海域 珊瑚覆盖率5成以上十分良好 虽然管理处现在规定不能进入 为者第一次罚1500元 第二次罚3000元 但郑明修表示方圆5公里没有人 要怎么管理有难度 因此呼吁来到这里的游客要自律 记者有你们陈立峰台北报导